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出生没多久 她的妈妈就死了 后来国王又娶了皇后 这个皇后有一块魔镜 有一天她就问一块魔镜 镜啊镜 请你告诉我 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魔镜就说 最漂亮的人 是白雪公主 皇后听了之后 都不知道多不开心 她立实心水 要杀了白雪公主 皇后叫了个猎人 给了个木盆 就对那个猎人说 你去把白雪公主 带去森林那里 然后你就杀了她 把她的心放在这个木盆那里 拿回来 知道没有 猎人带着白雪公主 来到森林 她好同情公主 将公主放了 她说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你快点走啦 有这么远 走这么远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皇后她会害你的 白雪公主 在森林那里 拼命这么跑 都不知跑了多久啦 一直到她发现了一间 好可爱的屋仔 于是她就走进去 房子里面没人 白雪公主 实在是太过累啦 她就在床上边睡着了 天漸漸地黑下来了 屋仔的主人 也都回来了啦 原来她们是七个小矮人 白雪公主 将自己的经历 告诉她们 那些小矮人 很同情白雪公主 她们都说 嗯 你不可以乱跑的啦 很危险的 她们要白雪公主 留在那儿 跟她们一起生活 有一天 皇后又去问摩镜 摩镜 镜啊镜 哪个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的人啊 摩镜又说 嗯 在森林里边 在七个小矮人的屋仔那里 白雪公主 最美咯 当皇后知道白雪公主 没死 她就很生气啦 于是乎 她就化妆成 卖杂货的白衣婆 拿着个竹篮 来到森林里边 那间屋仔那里 哎 好漂亮的丝带呀 白雪公主 看到她手里边 拿着那条丝带 真是好漂亮 她就开门 让她走入来了 皇后 诈诈诈诈 和白雪公主 扎丝带 忽然之间 她出力地用一条丝带 拉着白雪公主的颗 白雪公主 跌在地上 暈了 到了晚刻 七个小矮人 回到家 见到白雪公主 躺在地上 就马上用剪刀 剪断了 去顶上那条丝带 救回公主 皇后 在镜子那里 知道白雪公主 还没死 她又扮成 卖木梭的白衣婆 来到木仔那里 喂喂喂 小朋友 你看看我这番木梭 多漂亮 我帮你收条鞭仔 好吗 就这样 皇后 就将那把毒梭 插在白雪公主的头上边 这阵时 幸好出个小矮人 及时赶到 他们立刻 拉起那把毒梭 救回白雪公主 皇后还不死心 因为她一心 想害死白雪公主 这次她将毒药 放在苹果里面 然后化妆成龙虎 来到屋子前面 你看看这个苹果 又红又大碎 好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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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公主听她这么说 真的一口咬到苹果里面 谁知 她就跌在地上死了 天后七个小矮人都没办法救回白雪公主了 好伤心的小矮人 他们不忍心把白雪公主 埋在黑暗的地底下边 就弄了一个玻璃棺材 给白雪公主躺在里面 旁边还放满了鲜花 有一天 有一个英俊的王子 走过这里 她见到躺在花床里面的白雪公主 就说了 哇 这个女孩真是漂亮了 我要将她带回家 天天都要见到她才行 走走走 走到半路的时候 白雪公主嘴里面的毒苹果 跌了出来 于是 白雪公主又一次逃过了皇后的毒海 王子见到美丽的白雪公主生翻 她真是高兴到什么 王子带着白雪公主来到皇宫 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从此之后 王子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红酒已经好得会了 王子 וה seper了 王子澳